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记者梅士雄记者29日从全国退役军人事务聘局法会议上获悉,退役军人人才资源开发,将有新路径。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孙少成说,退役军人人才资源开发工作里面,要从注重受人以鱼,向受人以鱼转变,加强教育培训,提升退役军人就业竞争力。 孙少成说,退役军人在部队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回归地方后,许多人面临军事技能,转化为职业技能的需求,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给予帮扶,验经济补偿为能力提升,一是构建协力教育与技能培训相结合的教育培训体系,鼓励退役军人参加协力教育,加大大学生士兵附协议会支持力度,落实退役军人接受免费教育培训政策,加强高职,中职教育培训,帮助退役军人改善知识 结构,提升静止能力,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定感式培训,实行培训,就业一体化服务,二是研究制定适合退役军人就业的岗位目录,加强与国有大中型企业和民营股干企业对接,组织开展区域性退役军人专长招聘会,建立退役军人就业信息平台,促进供需有效对接,实施积极的就业帮扶政策,会同相关部门和地区,探索险派退役军人,充实成乡基层工作力量,三是政策上加大 退役军人创业税收,兼容等优惠力度,资金上探索设立退役军人创业基金,同时组建退役军人创业指导团队,为退役军人创业提供服务,美国国家利益网站,10月10日,发表到为马松达的文章,毕爱轰炸机,被派往夏淤仪,为什么这可能会成为中国的噩梦称,随着中国崛起,成为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主导地位日益严重的威胁,美国空军开始向该地区轮换其最重要的远程打击武器,以对 抗北京,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空军向夏淤仪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部署了三架莫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B2A幽灵野型轰炸机,以展示美国可以将地球上的任何目标,包括深入中国领空,置于危险之中的能力,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任部,空中和网络空间行动负责人司第3威廉斯,少将在一份声,明钟说,B2A幽灵轰炸机,首次部署到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凸显了其从世界任何地方投射力量的战略灵活 第2轰炸机与重要的地区伙伴,一起执行了常规空中行动,整合了战斗力,这有助于确保印度阳太平阳地区的自由和开放,美国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和整合我们的军队,经常并明确地表明了对我们盟友和伙伴的承诺,报道称,8月15日至9月27日在夏威夷期间,这些大型战略轰炸机与夏威夷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99战斗机中被进行了一体化演练,该中队使用的是洛克希德马兵公司生产的F2A猛禽野型战斗 演练中,面对戒备森严的敌对空域,猛禽护送这些隐形,带相对缓慢和笨重的轰炸机进入敌方领空,实战中,猛禽与B-2合作将可为后世战机,敲开敌人的大门,在夏威夷部署期间,B-2和F22进行的正是这种演练,第393轰炸机中对指挥官尼古拉斯·阿德克克中校说,与夏威夷空军国民警卫队的训练是无价的,我们共同运用和完善了对密度阳太平阳司令部责任区至关重要的多种战术 报道称,空军国民警卫队在B-2轰炸机的操练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与B-199战斗机中的一样,轰炸机特遣部队也是空军所谓的瓦弦力量整合部队,包括现役和后备役人员 报道认为,随着中国继续加强反进入区域拒止战略,美国空军很可能会增加B-2轰炸机的部署,并最终把诺斯罗普格务难公司的B-21突袭者轰炸机部署到珍珠港和该地区的其他基地,靠近中国大陆的基地,如位于日本、韩国的基地,以及像关岛这样的美国领土,都越来越容易受到中国巡航和弹道导弹的袭击,因此,远程打击能力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报道称,但随着中国继续加强其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就连夏威夷最终也将变得异受攻击 事实上,未来美国可能不得不依赖B-2、B-21和B-52等远程战略轰炸机,再加上行航导弹,才能有效打击中国 因为美国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最终都可能异受攻击 编译林昭辉,新华社多哈12月26日电,记者杨远勇卡塔尔国防部26日发表声明说 卡塔尔向马里提供了24辆装甲运冰车 这是卡塔尔军事援助萨赫勒勒国集团的一部分 声明说,卡塔尔空军的C-1机运输机,搭载着这些装甲运冰车和卡塔尔多名军方高官一起乘前往马里 此举旨在加强反恐行动,支持马里和平进城,为稳定马里局势做出努力 卡塔尔国防部强调,类似的军事援助,今后还将扩大到非洲萨赫勒勒国集团的其他国家 近年来,马里北部地区一直冲突不断 中部地区近期也呈现出暴力冲突,恐怖袭击增多的趋势 萨赫勒勒国集团成立于2014年 成员国为马里,马里卡尼亚,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扎德 去年2月,萨赫勒国集团决定成立由5000人组成的萨赫勒勒国集团联合反恐部队 共同应对萨赫勒地区日益延禁的恐怖主义威胁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变,张义清,张鹤,冬日寒月的数千米高空 战斗机加油追管,向加油机追讨逐渐靠近,旋击准血连成一体 中部战需空军航空兵谋旅,近日连续组织多个跨昼夜飞行 成功开展坚实必单座,双作机,夜间空中加油训练 有效提升部队,前天后远程作战能力 战机空中加油,使世界高难度飞行客户 夜间加油更是高风险挑战 为此,这个屡坚持同难同源,实战实施 通过理论分析,地面模拟和性能验证等方式 重点对密集编队,动作准确和速度掌控等技术难点进行研究论证 对加油训练中的会合,编队,对接,受游,脱离等个关键环节 进行精细化规范,制定出十余种特刑处置于暗 旭旅长雷霄介绍,在夜间空中加油训练中 领导带头第一个驾机升空 以上率效力起大抓实战化训练先名导向 此外,他们还严格执行飞一架次评估一架次规定 每架次飞行结束立即进行质量评判 通过深入判读分析,围绕昼夜间空中加油的区别进行对比终结 做到举一反三,夯实技术基础,平时赶闯浅 战时多胜算 今年以来,这个旅分抓实战准备 随机设置复杂电磁环境干扰,对抗空战等不同战术背景 常态化开展整线制机动转场,大机群远程奔袭 陌生目标远程精细打击,空中加油飞行等高南科目训练 前面锤练部队快速反应,联系机动,远程奔袭,精确打击等多种能力 第一次完成夜间空中加油系列的飞行大队长吴春靠感慨 随着实战化训练深入推进 远程机动,空中加油等高南科目已是家常便饭 能打仗打胜仗的底细够足了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0日变增数 美国国内对从叙利亚撤军有不同看法 新华社记者朱东阳刘成 美国白宫19日宣布美国开始从叙利亚撤军后 美国国内对这一决定看法不一 美国两党议员和军方普遍认为 从叙撤军标志着美国中东政策的重大转变 但美国尚未做好善后工作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也并未如白宫所言 一旦叙利亚被打败 来自共和党、民主党和五党籍的五名参议员 在白宫宣布撤军军决定后 连明致信特朗普 称选择此时撤军是很不成熟的决定 相反下代价昂贵的错误 威胁美国的安全 信中说 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势力远未被打败 贸然撤军不仅可能令该组织卷土重来 也会让一直受美国支持的该地区库尔德武装陷入负面 此外 撤军也会损害地区盟国对美国的信任 信中促进特朗普政府重新思考撤军决定 并据美人社报道 国会两党部分议员 已要求特朗普政府就撤军决定 提供更多资料和通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援引一名官员的话说 美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蓬佩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尔顿等 军反对立刻从叙利亚撤军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 本月初曾表示 美助席军队性恋戏当地武装 阻止伊斯兰国势力卷土重来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针对这些指责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推特上发文 为撤军决定辩写 他表示 外界不该对自己效率美军撤出叙利亚感到吃惊 这是自己多年来一直奔走呼吁的事情 他说 俄罗斯、伊朗、叙利亚和其他国家 还是伊斯兰国在当地的敌人 现在助席美军是时候重担加人 参与重建核复兴美国了 他还说 多年来 美国在中东投入数万亿美元 却一无所获 且几乎得不到感激 他表示 助席美军会很快回国 白宫19日称 随着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事取得成果 美国已开始撤回助席美军 但这并不意味着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的终结 也不意味着打击行动的结束 美国和盟国仍将随时根据需要采取行动捍卫美国的利益 美军在叙利亚下有约2000人 大部分驻扎带去北部 明明是帮助训练打击伊斯兰国的库尔德武装和阿拉伯人武装 新华社杭州12月17日变 记者许说达 在这将明波银州区横西镇金额尊诸加封 有一座名为雪纯的烈士纪念亭 亭四周有青庄灰墙维护 松百环绕 庄严肃目 亭两边铸上刻着 为真理四处奔波宣长马列 是抗日晚南突围奸须祖国两行字 描述的是我党文化战士朱敬我 朱敬我 杨明朱德安 毕名雪纯 1901年生于浙江省银县 金银波市银州区 在他十岁那年 父母相继续是 被寄养在外祖母家 1920年7月 朱敬我已优异成绩 被录取为浙江公费留日学生 并于1924年考取了 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 1927年毕业 1927年10月 为支持革命文学事业 朱敬我回到上海 加入文化革命团体创造社 逐编文化批判月刊 他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 并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此书成为我国最大出版的 恩格斯明著的权益中文单行本 1928年5月 朱敬我经党中央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 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 简称文委成立 朱敬我为文委成员 参议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0年3月起 先后任文委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 同年5月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 朱敬我任第一任党团书记 随后 中国左翼文化总统盟成立 朱敬我兼任党团书记 领导革命文化运动和党的宣传工作 同时 朱敬我还以一名文化战士的姿态 积极在所联开幕上 发表了中国目前思想界的解剖意识形态论起来 纪念无一劳动节 排怀在十字街头的 究竟是谁 等系列文章 宣传马克思主义 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 为武产阶级革命大喊助阵 1931年冬 朱敬我早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1932年秋介绍成庚同路训练谈 1933年初 党中央机关前往江西苏区 决定在上海成立上海中央局 一年 朱敬我被任命为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参与领导极端艰难情况下的白须地下斗争 1935年2月 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破坏 朱敬我被反动当局逮捕 他在狱中大义凛然 面对敌人威逼力又坚真不屈 身患重病仍用诗人许来宗天道了 春天还会忍吗 的诗句鼓励被捕同志坚持斗争 1937年6月 兴党组织营秀 身患重病的朱敬我获使 最等病铁恢复 朱敬我便搬走浙江各地宣传抗日 1937年9月起 他先后在宁波和杭州 建立了中共宁波临时特别委员会 中共浙东临时特别委员会 以及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 当时 地方党的活动经费很困难 朱敬我回到老家 将家产抵押 变卖十多亩土地 用作党费和革命事业的活动经费 1938年春 朱敬我调到江西南昌新次军大事处 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工作 主编兼报复刊 从年秋到晚南新次军军部 任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第一任部长 兼军部刊物靠底杂志主编